直播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进击的希望 现在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看看主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是如何安排的 和赛前很多专家预测的一样 他们本场比赛仍然是排出了大家熟悉的首发阵容 可以预见这场比赛 双方在球权的争夺上将会非常的激烈 是啊 他们非常善于通过积极的拼墙打乱对方的进攻节奏 因此要想战胜他们 不仅要在防守端做得足够出色 进攻端的配合也必须足够犀利 才能够有机会穿斗他们的铜墙铁壁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都是异常艰巨的任务 是啊 一起来关注一下巴黎声让曼 今天的首发十一人 这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四三三啊 安排了两个边风 照这样看的话 他们今天的进攻应该会围绕两个边路来做文章了 全场比赛正式开始 今天球员们将会如何表现呀 巴黎声让曼拿到了球 内曼尔的脚下火很细啊 他已经来到了危险区域看看怎么处理 可以打门了 这次攻门距离很近 但是门将做出了一次堪称伟大的扑救啊 如果今天能够获胜 他毫无疑问要记头功啊 绝对的 镜头对准了场边的主教练 这球没进非常的沮丧 原本是一个超出对手的大好时机 这个角球飞向了禁区中间 球被门将击出 把那啃 自从卡塔尔的石油土豪入股 巴黎圣热曼之后 他们就一举扭转了在国内联赛的颓势 逐渐开始统治整个罚甲 他们始终在欧冠上缺乏突破 尤其是几次巨大优势被逆转之后 球迷都调侃说 他们在罚甲练攻防 已经练不动了 是的 这是内曼 这个抢断 直接破坏了对手打边路的战术意图 能影响他在场上发挥的 就只有他的临场状态而已 他的能力啊 一个字优秀 这球该有了吧 就被扑出去了 不过警报还没有解除 看上去啊 没什么危险 但是对面给的压力还是有的 往纳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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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瓦斯很轻松地挂起了对手的大门 采判是以拼抢犯规了 应该不会给牌吧 但双方啊都要控制下啊 毕竟比赛才刚开始 两枚 这种滑产犯规动作呀 很容易就成为裁判抓典型的代表啊 我猜裁判是想通过这次黄牌警告 给队员们打个招呼啊 说接下来你们要注意动作了 希望今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队员正在进去附近接应 就出了底线 叫球 皮球滑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朗 路德沃尔默 球丢了 毛罗伊卡尔迪 没有对门将造成任何威胁啊 看得出来他可能是想把球送进球网的死角 但是皮球却远远地偏出大门 露德沃尔默 老板 最后 哈哈哈 弑哥 转给边路 这个横传直接将球打到禁区 防守队员为对手送上了脚球 球开到了禁区中间 人气的一次铺就啊 好险呐 他们可得好好感谢门将 必须的 球直奔进区去了 有没有机会呢 裁判叛了越位 亚洛 天使迪玛利亚 帕雷德斯 马尔吉尼奥斯 兰德罗帕雷德斯 这球没传好 巴黎胜尚曼队员拱手 让出了球权 就这样把球弄丢了 地马利亚 那马上拿球很稳 但推进速度可一点都不慢 这个位置已经差不多可以考虑射门了 进攻方获得脚球 内马尔这个角球的落点 在进区中央 守门员把这球拒之门外 尝试打门 这条远射被门将给化解了 面对今天的小组赛 巴黎胜尔曼啊 那是丝毫不会放松的 如果他们今天能够获得一场胜利 那么毫无疑问 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出现争夺中 占据有力的位置了 是的 场上不仅比分 已经僵持了很久 实在的威胁球也都不多 这个角球点燃了球迷的情绪 看看能否打破竞局 给到进区里 角球落点应该很好 有没有机会呢 这个投球无法对球门造成什么威胁 这个守门员干脆也懒得做动作了 你要看他刚才这个姿势 应该是在空中睁顶的时候 没有顶正球的部位 对方虽然没有抢到落点 但对他的干扰却做得非常好 是的 两位秦 文奖轻松解围 伊卡尔迪 有机会领先 果然不出所料 他们取得了领先 他这次进攻 显得非常有信心 防守队员完全防不住他 包抄到位 他直接选择了一脚低平球 把球送进球门 好 下面我们再来 一起观赏一下这个进球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 这个及时的入球 各位给主教练 打入了一支强心技 狼 刚刚这球很有威胁 不过防守队员 抢先把这个球破坏掉了 阿斯瓦纳克 过掉了防守啊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这个上抢的时机 明显有问题 看看他们会怎么 利用这个角球做文章 角球开出来 到了禁区中央 有机会 防守队员很及时的一次破坏 将皮球解围了出来 路德沃尔默 这是一脚横传 想找禁区内的队友 化解了险情啊 多斯特 双方互不相让地在争抢这球 美西 毛罗伊卡尔迪 巴黎圣尔曼开始在边路做文章 他对对手的行动 有一个很好的预判 伊迪哈德球长 传来了进球的消息 这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 来自曼城队 目前双方战成一比一平 比赛已经过去了四十分钟了 好的 感谢前方带来的最新消息 美西一个技巧动作就摆脱了防守队员 这球没传好 巴黎圣尔曼队员拱手让出了球权 进棚背 天使迪玛利亚 帕雷德斯 迪玛利亚 内玛尔 大巴黎有机会了 已经很近了 这场比赛耽误的时间有点多 裁判失忆布施三分钟 阿斯瓦约克 巴斯多斯特 反击机会来了 对手没有让他们轻易反击 伊卡尔迪 对方防止队员判断出了大巴黎的出球路线 漂亮的篮截 咱们明胜比赛进入了中场休息 你怎么评价伊卡尔迪在今天上半场的表现 上半场能够打进关键一球让球队取得领先 他的功劳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全场比赛正式开始 今天球员们将会如何表现呀 这次攻门距离很近 但是门将做出了一次堪称伟大的铺就啊 如果今天能够获胜 好 表美希 我猜裁判是想通过这次黄牌警告 没有对门将造成任何威胁啊 看得出来他可能是想把球送进球网的死角 但是皮球却远远的 伊卡尔迪 有机会领先 果然不出所料 他们取得了领先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这个上枪 这次被抓到两个烦恼 太美了 这是什么 越多上枪 这次 那 够的 够的 我 下半场比赛已经 开始了 比分依旧是巴黎圣人曼队领先 阿布多迪亚洛 队友看到了边路的内马 把球传给了他 巧妙的动作过掉了对手 进攻队员轻轻跳起 躲开了圈球 玩家把球挡了下来 王纳肯 船中的好机会 面对投球工们也不在话下 漂亮的响段夺得了球权 富尔摩 打门了 把球死死抱住了 点球 裁判没有过多的犹豫 直接指向了12码处 他们的领先优势可能就此被瓦解 主裁判并没有逃牌 犯规球员逃过一截 还应该庆幸为主裁判手下留情 不可思议啊 文剑扑出了这球啊 及时 表明的 文将稳稳地抱住了这个球 阿布托迪亚洛 苏东和我接下来将在夜TV为大家解说一场重头戏 对队双方分别是巴黎和莱比西红牛 又是一场值得关注的比赛啊 内马 中路已经有队友在接应了 看这球内马 防守队员阻止了这次射门 他们一球优势在握 这个角球能不能帮助他们实现锦上添花呢 进入下半场他们还处于落后 换上一名进攻队员呢 可能会对球队的进攻有所帮助啊 内马尔瞄准进去中央发出脚球 这球被对方防守队员给破坏掉了 文将及时做出了反应 球出界了 还是脚球 皮球滑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飞向了球门前 梅西 梅西的表演适合 他又一次给全世界球迷送出了最好的礼物 一个完美的剪刀角射门 这个球怎么说呢 连解围都做不好 还导致了丢球 赛后一顿吹风机肯定是免不了了 现在让我们来从不同角度来重新欣赏一下这个球 他们获得球权 弗洛伦奇 大巴黎供入了对方半场 中路的伊卡尔迪在等待这个传球 帮助队员把球结尾出了底线 脚球 如果这要是其他球员我们早就吹上了 但这是梅西 就一般的吹吧 基本操作 我相信以他现在的状态 他 本场比赛的进球数 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教练员要派上他的替补骑兵了 内玛尔这个角球的落点在进区中央 门奖出击将球没收 反击机会来了 这个传终不太理想啊 对方球员直接拦了下来 我们再来通过不同角度来看看刚刚发生的这个进球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角球飞向了进区中间 这球都没进 防守队员及时地出间把球解围了 力保球门不失啊 这球啊只能说他攻得非常漂亮 但是守得也非常顽强 是啊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阿斯瓦纳肯 路德沃尔默 漂亮的拦截 球传出了边线 接外 黑的拦截 对方球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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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就即将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你注意看的话 歌声是从小到大 最后汇聚成一股震撼球场的力量 这是他们的队哥 加油 巴黎圣事尔曼 投球攻门还是没能破门 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进攻 蒂玛利亚 边才聚齐了 接外球 替补要上场了 内玛尔带球奔下球门 防守队员很及时的一次破坏 将皮球解围了出来 还是角球 这已经是连续第几个了 太多了 给到禁区里角球落点应该很好 有没有机会呢 门将出击破坏了这次角球 梅西现在拿出的位置非常有威胁 这球没传好 巴黎圣事尔曼队员拱手让出了球权 我注意到他们已经开始更多的长传冲掉了 一拿球就往禁区里直接传 靠运气找前场队友 你看看啊 他们在中场占不到什么便宜 不仅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还经常丢球后送给对方进攻机会 现在改用了长传打法 可能更适合他们 现在轮到他们进攻了 传向禁区里 刚刚这球很有威胁 不过防守队员抢先把这个球破坏掉了 巴斯多斯特 他成了对方进攻队员难以愉悦的鸿沟啊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快速反击 可以打门了 被门将扑出去了 不过球还在场上 纵观整场比赛 他们的表现非常积极 大巴黎一定会对今天的比赛结果非常满意 他们的状态非常好 看看比分就知道 今天的比赛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中文字幕提供 掌上有队员要被换下了 马尔吉尼奥斯 埃雷拉 球备转移到了边路 对方防止队员判断出了大巴黎的出球路线 多斯特 看这叫声门 声门员力保成本不知 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 金鹏辈 内马尔 做得不错 朗 转到禁区附近 巴斯多斯特 缩小分差的好机会 在禁区边缘拦下了对方的一次打门 边路可是内马而起家的地方啊 有机会传到中路了 这球没传好巴黎胜尚曼队员拱手让出了球权 他今天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状态不错 他今天这个传球真是怎么打怎么有 警报解除了 边路比中路人少啊 因此发挥空间也比较大 对方防止队员啊 判断出了大巴黎的出球路线 网纳肯 梅切勒 布兰登 梅切勒 比赛时间到 大巴黎不负重望 成功地赢下了今天的比赛 他们今天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当不错 比赛分差并不大 双方的差距也不是非常明显 但最重要的是 他们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比赛帅高速去 比赛下了 比赛高速去 这次攻门距离很近 但是门将做出了一次堪称伟大的铺就 如果今天能够获胜 两枚西 我猜裁判是想通过这次黄牌警告 没有对门将造成任何威胁啊 看得出来他可能是想把球送进球网的死角 但是平球却远远的偏 一个二迪 有机会领先 果然不出所料 他们取得了领先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这个上枪 看这球内板 防守队员阻止了这次胜门 他们一球优势在握 内曼尔瞄准进去中央发出脚球 文将及时做出了反应 球出界了 还是脚球 皮球滑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梅西 梅西的表演势口 他又一次给全世界球迷送出了最好的礼物 一个完美的剪刀脚射本 起死回生的机会 这个单刀突破非常精彩 但门将出击也相当果断 对时机的选择 对路线的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